超商休息區明明在聊天 只剩左邊來了一名白T男子 靠了過來 下一秒卻不停謾罵 還拿起偵攀15萬兩人撒過去 不斷亂吼把人趕出去 但東西忘了拿 只好再走進去 對方還是口出二言 不斷挑釁 這口氣吞不下去 男子反擊了 只剩兩人扭打在一團 整個的壓在地上 那邊朋友看到也來助陣 三個人你一拳我一拳拉扯在一起 兩人把剛剛被嗆的壓抑怒火 一下子爆發開來 打完趕緊落跑 事發在台北市一處超商 7月14號的凌晨 發生地點就是在超商內的休息區 嗆聲的莊姓男子唱完歌後 和對方有在電梯起衝突 跟著一起來超商 故意找查 說兩個人很擠很定位 不斷挑釁 一直搶下 還說對方很醜 原本被嗆的兩名男子 都冷住氣要離開 但東西沒拿反回來 對方還一直搶下 實在是氣不過 許姓男子先是反擊 朋友跟著上去 兩人上演二打一 誰打的男子 和兩名男子早在外面 就已經有起了口角衝突 他竟然很尾隨 對方進到超商裡頭 就在這個地方 挑釁對方雙方打了起來 由於現場是位在KTV旁邊的超商 常有喝醉的客人 是唱完歌後 去買東西或買水解酒 休息區是為了大家方便 但卻嫌棄站位子惡意挑釁 罪鬧超商反遭狼狽壓制 所以加入了下來台北采訪不到